現在多年來 市府會航天易水稍微 有的農民在挑水的施鐵和儲踢下水利用 不過要認證案的 是指國鐵規律位可能沒有踢成垃圾的問題 在這個案內 雲霆營突出農民 近年就同農民繼續在90公圈的高領 用一公圈是三美班的家師 對蘇教將各地下落的高領 配照過後送到金門去做酒 突出農民說 因爭有創造的獎勵 韓國雲林的征服又有增加不出 農民都當上回中 安上高領營中的民族會更加分 三年代雲林高鐵的順風 各路位中的高領 天天的秀的創造 在這幾個高鐵雲林那些 因爭出THA水抽選的提成垃圾的問題 突出農民附同農民來創造高領 面積太快有九十公圈 像這一級的二級的水稻收起來 那每公斤的輸股只有九塊三 然後你要發揮的成本 你看二級的比較高 一溫地 假如農民是來收二級的水稻 他的成本才有三四千的收益 比較好的高領比較好 對農民來創造高粱的話是OK 是可以的 因為它是一個很粗放的一個產業 一個作物 那也剛好輔我們 我們就是盡量不要去干擾土地 這樣對土地來講是最好的 我們這一般只有中根嘛 中根還有輸肥 這這一個管理 還有那個要修行金床的防治 二級的是會三四次 噴料也是三次 那我們這是修行金床 只有兩次的防治嘛 面對農村漏洞漏洞漏發 高粱鎮的比較不是自己的作品 韓國有給真正鼓勵 農民都當上的起床 韓國希望大方案內 對大粗土庫鎮 採取的農產加工品 目前高粱酒的需求其實很大 那我們也努力的跟金門高粱那邊 看能不能整批把它買回來 然後就是專修 銷給臺灣 因為我們土庫本身沒有一個特色的產品 那我們想要把高粱當作我們土庫的 一個特色的作物 那也剛好可以推出說在地的高粱 在地生產 然後在地的品牌這樣 專修高粱國後 農民一公斤 設計兩月到四三點不年遠 會照保重韓國運送壓的費用 面實度可以農費韓國粵上內村 農民吃到意義發展 往上肯定年中國粵的面積 可能會經營的兩批有兩百公斤案犯 還有請問 林雄平 劉文霏 雲林寬頭 請問 林雄平 밀治 小平和五百ท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